前几天逛淘宝刚好看到那个牛奶打轴 我就给他们买了两三箱 今天拿回来两箱 还有一箱还在路上还没到 儿童装的这么小一盒125毫升 爷爷喝的话就不怕浪费了 之前爷爷不是很喜欢吃那个奶酪棒吗 但是我给他买过几次 那个奶酪棒20块钱 然后整五个一口一个 两三下就没了 我就在网上买了模具 还有这个材料 我自己给他们在家做 今天刚好牛奶到了 我现在就给他做起来 然后他们等一下放学回家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金钉钉片 用两片牛猪了 太长了给它剪短一点 加点冷水 要给它泡开泡转 到150毫升纯牛奶 放一勺白糖 加两片芝士片 放到电池楼上给它浇测一下 要一直搅拌 等这个芝士片给它融化 放这里让它凉一下 50多左右就可以了 趁这个牛奶量的时间 把这个模具棍子给它放好 你看它这个泡转了 就是透明的 给它放到这里面来 搅拌让它融化 好 差不多了 现在把这个牛奶给它 倒入在模具里面 我买的这些都是小动物的模具 很可爱 小孩子比较喜欢 给它放冰箱里面 帕帕爷爷放鞋回家 干了可以吃 来我吃一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没想到我今天给你们做了什么好东西 是吗 来了吧 真的呀 哇 看我这个来了吧 已经凝固了现在 还是挺成功的 哇好可爱 看这个小熊 看那个 那个小动物的 小动物的多漂亮啊 好可爱 是小 你这个是河嘛 你组合河嘛 你都分不清 我也来吃一个 嗯 好吃 来这个是猪 开始吐 对 那个是小 我也是小熊 这个我吃了哈 嗯 不要 好吧 给你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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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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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